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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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Beauty Exchange的讀者,大家好,我是Anson Lo Lo Mr. Stranger 作曲 李宗盛 作為2002年的第一首歌 我自己很想用一個比較個人的作品 去開始這一年 很想跟自己的粉絲 或者不同的聽眾去分享 究竟去年年尾 我在社交媒體上 突然間有一次我跟大家說 我壓力爆煲 我最近很辛苦,很大壓力 原因就是這首歌裡面說的 經過去年2021年之後 身邊越來越多的 attention 放在自己那裡 很害怕沒有大家的期望 很多時候大家期望 或者假設我是一個既定的形象 但是如果我再揭露多些 真實一點的一面 讓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Anson Lo 究竟大家接不接受呢 大家會不會有反感呢 就是沒有剃鬚的一面 其實這一面真的很難展示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拍照 放在社交媒體上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 一定是化妝做完頭的樣子 很少會看到一個這麼生活化 這麼RAW的自己 我當時在台灣隔離的時候 我也有剃過一張不剃鬚的相片 是一張故事 當時有不少網絡上的用戶 都會說 你這樣很影響自己的形象 久而久之有這些留言 累積累積就會發覺自己 算了,不如留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或者不要做過多一些太個人的事 譬如在去年 我自己踏出了 kind of 第一步 就是 起碼我有壓力的時候 或者我有負面的情緒的時候 我選擇 有時我會在社交媒體上 告訴大家 我按一下我真的很大壓力 但可能比在前一年 我可能連說都不說 是慢慢逐步逐步來透露 和你身邊care的人透露這件事 這些情緒 是一個很neutral的情緒 純粹是大家沒看過不熟悉的面向 所以 有一天我會突然間在作品上 我表露到這些情緒 我的粉絲神圖 他們都很ready 究竟是否和這些陰暗面共存 我相信其實 你作為每一個人類 七情六欲 你一定會有一些不好的情緒 念頭會出來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的陰暗面 或者黑暗面 都很不同 小字就是我想說的 蘇根 這些是比較表面的東西 我自己在Mr. Stranger 我所說的陰暗面 就是可能是一些 大家沒見過的形象 或者大家沒見過我的造型 沒見過我的角色性格 有一天突然間 在我暴露的一面 大家會怎樣刺激這件事 妒忌 憎恨 又或者是功利 這些陰暗面是很人性化的 其實人性化的東西 就會存在對和錯 知道自己對 對還是錯 這個價值觀 只要你知道自己是不對的 你擁抱自己有這件事 但是你不可以做一些傷害別人的行為 這次Mr. Stranger這首歌 其實是很想和聽眾去分享 我上演的一些很個人的感受 其實是很想承接 像Magic Hayscott所說的溝通 就是其實在溝通之下 就算人與人之間 你做一個最真實的自己 你坦露自己最真實的情感 可能都是一個方法 Mr. Stranger上面 講的掙扎 講的恐懼 究竟我披露我的真實的一面 你會不會接受 其實你不試過 怎知道別人是否接受 你不跟大家說你的 struggle 究竟你怎知道別人有什麼感覺 只要你Believe in自己在做的事 其實是無害人的 純粹是你自己想做 而是對自己for your own good 真是好的事 有成長的事 你Believe in這件事的時候 那就放膽去做 不需要介懷太多